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最高法院对一项1.5万美元的国税局账单的争议 可能是针对一项从未实施的亿万福翁税的 请大家收看 最高法院对一项1.5万美元的国税局账单的争议 可能是针对一项从未实施的亿万福翁税的 雅虎 查尔斯和凯瑟琳 摩尔即将在最高法院 就已向他们认为违宪的1.5万美元税单问题上进行辩论 这对来自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夫妇声称 他们不得不支付这笔钱是因为他们在一家印度公司的投资 正如62岁的查尔斯 摩尔在一份宣誓书中所说 他们从未收到过分配、股息或其他付款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则有趣的新闻 关于一对夫妇对国税局账单的争议 查尔斯和凯瑟琳 摩尔夫妇在最高法院就一项1.5万美元的税单问题上进行了辩论 他们声称自己不应该支付这笔钱 因为他们从未收到过来自一家印度公司的分配、股息或其他付款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夫妇俩声称 他们被要求交税是因为一项从未实施的亿万富翁税 看来国税局有些冤枉了他们 让他们为了一项并不存在的税收而支付了钱 我们都知道交税是公民的义务 但是如果这项税收从未实施过 那夫妇俩为什么要被要求支付呢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 最高法院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 我们期待能看到一个公正的判决 在我看来 这个案件凸显了税收体系中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政府的税收政策并不完善 导致一些纳税人可能被错误地要求支付税款 这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承受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我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引起人们对税收政策的关注 政府应该更加谨慎地审查税收法规 避免给纳税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同时 纳税人也应该了解自己的权益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意义 应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很想听听大家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